桃园西周山是台湾小百岳 西周山步道又称福山岩步道 是非常受欢迎的一条步道 一年的四季街影 林木茂密 相思树及拖越林交杂 又到八月刻上白赫兰 十二月闪风 去年血腾大爆发 信大批人潮前来朝圣 沿途挨个心掌石门水库风光 大汉西何不景观 步道原始却不难走 适合亲子通游 下山还可去吃活鱼或客家料理 Wonderful 喜欢赏美景是美食 就快点跟着我脚步出发吧 Let's go 大家好 我是回刀 我现在在西周公园的停车场 我们今天要去走哪里 西周深 这边停车很方便 但是你要八点前进来哦 超过八点就要收费 八点以后可能也没位置 好我们中间出发 Go 加油 欢迎减小百月咯出发 右前方就是洗手间 继续沿着阶梯往上走 这个石阶地板铺得很平整很指滑 上来插路 我们直直往上 如地图上没有上面这一条 西周公园 还蛮漂亮 蛮幽静的 右前方有个亭子 阶梯往下 下来有洗手间 开始阶梯往上 等一下很茂密 树木都很大棵 手进来好舒服啊 小心哦 路中间有一棵树倒下来 去刚刚经过的山远回报 昨天晚上才倒下来的 刚刚试着要去搬它 看能不能移走太重了 实在没办法 上来这个转点 就可以看到石门水库了 今天不迟就可以看到石门水库的美景 从这个美景旁边 开始走原始的山径 一些石头上还是有青苔 要注意一下彩点 走上来 走上来 这个景看石门水库更漂亮 哇 再往上一点 这个景更漂亮 进入岩石区了 旁边都是青苔 新西州山到了 标高475公尺 这是有基石的哦 而且是很完整的基石 鱼宫廷到了 这里还蛮多健身器材的 还有荡秋千 哇这些人同心大发 已经荡起来了 对啊好舒服哦 我们不走就在这里休息 这里好大呀 这里广场非常大 很舒服很适合来运动或休息 我们现在从鱼宫廷旁边穿过 往西州山走 马上要左转 在树干上 有贴个西州山的标示 走了一段平缓的路径 现在要下山 待会就要往上爬 哇 这个下坡 有够长有够陡 大概有100公尺哦 待会要还的 茶路口 左手边 会走去石门水库西州庙 休息平台 微风广场 这里真的风很透很舒服 过了微风广场 又要下切 旁边有缆绳 看起来挺陡的 竹林 插入继续执行 开始往上爬 现在进入雪藤区 但是今年一朵花都没有 去年大爆发一堆子人来 所以雪藤受伤 隔年一朵花都没了 那也是 所以真的要爱惜哦 不要碰它 来欣赏它 不要伤害它 你看这一片 这么粗壮的雪藤 但是如果你去爬它 碰它踩它的根 踩它的金 它根连花就开不出来了 太可惜了 这么粗壮的雪藤 实在也太了不起了 哇 又要抖上了 这一段还要抖升一百公尺 上来 520高点 喘一下 这个view不错耶 哇 池门水过大坝 好清楚啊 电塔到了 看到电塔 表示 西周山就不远哦 响咯 抓到健行笔记 西周山的小百岳了 开心 西周山到咯 这个大的亭子 好多椅子可以休息 五一刀 带你去爬山 西周山 带你去爬山 又来五一刀 离开西周山 往回走 下山 走这个下坡路 反而是要特别小心 雪藤区 好可惜 今年一朵都没有 地上还有它的痘夹 这种路径 很舒服耶 都完全晒不到太阳 除了还是有上坡下坡 还是要花点力气 才爬得上去 但是它有平反的地方 不是一路陡上到底 或一路陡下 很不错哦 要来哦 微风平台 好多人在休息 微层插路 有树枝挡道 如果你看到这个你就知道 那应该不是路径 你应该走另外一边 这都是三有三一提醒的一个记号 看到前面两面国旗 就表示回到渔宫亭了 渔宫亭 我们是从左前方来的 现在我们走右前方这边下去 绕一个批形回去 绕一个批形回去 走这边 路会陡一点 但是距离会近一些 哇 这边的石阶 不是很规则 它有各种形状 各种程度 我的妈自己都差点摔倒 真的要小心 这一段的石阶 比较不规则 所以 还是要小心 我刚刚就差点摔倒了 生到猴子 在训练他的接班人 再一二三 请你不要推长哥的屁股 我不舒服 真的 我也不舒服 我蛮舒服 好等一下等一下 你看这两个男人 为了拍一棵树 怎么搞成这样 我这样可以 我这样勾住 不舒服 这个岔路 我们要左转 回西州公园的停车场 这一段变得比较平缓了 出来一个广场 好 相思花地毯 好美哦 相思树的花 睡一片在地上 也挺美的哦 穿过相思树林 往前走 这里有两颗岛木 要弯腰才过得去 蹲着才过得去哦 好 不好过啊 哎呦哎呦哎呦 厉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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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厉害厉害 有练就是不一样 骄傲的嘞 哈哈哈哈 下来 前面就是马路了哦 我们左转 前方就是停车场了 哇 我们走了六小时四十分钟 完成西州山一个披行 开心吧 开心 好 今天路到这里哦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 按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心小练灯 还要记得 留言哦 拜拜 下次见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